比賽項目高低槓 選手陳妍初 陳妖嶽 為啫喊為啫喊 咱 易崽 诶 表演 膝盖伸直 膝盖 吹 贴好 定上腿 膝盖伸直 刚刚说要怎样才可以亮相 再来 太早了 再打不过去 加五拳好了 太苦了 你干脆全部重打算了 李超这个项目是他当初自己真的很喜欢的 他愿意 他是愿意想要在这上面投入的 膝盖 太卷了 我常常会在两边的那个挣扎里面 一边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妈妈妈 我想要支持我的小孩 我想要是她的朋友 我想要成全她的想要跟不想要 那另外一个妈妈是 大家都把小孩这样子 督促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们就会有成绩以后会很有成就 可能会在体操界上面很厉害这样子 我看你完蛋了 再摆几下一个 快了还挺 冰 冰上 不算 過頭了不算 腳跟又開了 走 他現在有時候壓力大到出來 我只要問他說 你今天還好嗎 的時候他就已經 哭出來了 他二年級進去的 我們那時候跟陳年初講說 你選到禁忌 二年級了還可以再禁忌 表示你真的是很厲害啊 然後去到體操隊就發現 他真不是適合練體操的那樣 但教練也有一次講說 條件好的不一定是走到最後的 通常就是最努力的那些 會留到最後 這邊頂開 太早了 你都開不對 你這邊使命開幹嘛 他不只一次說對 我其實對於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一樣 在一開始小朋友要進來練的時候 我都一直勸退 但如果當我把你收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輕易地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上 這個滿好的 這個真的滿好的 跳高 起跳跳高 累了嗎 幾分了 休息一下 還是不要 休息一下 好 五秒鐘 再一個 親愛的 你今天還好嗎 還好 還好 今天有被罵嗎 有被罵嗎 充電 再抱一下下好不好 我 充電室 我覺得那個動作就很像 充電座 他就真的坐著 然後 熊爆這樣子 早上 要進去面對教練之前 他需要 好好的 抱 不要哭了 因為他一直哭喔 不是不練而已 他是一直哭一直哭 從頭到尾哭的那種 可是他就不練 然後你不練 你又不能練 跟他講的就這樣擺來一起擺來 然後講一講 然後他聽到我說放棄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大哭 說我不要 不要 我不要放棄體操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好啊 那你不放棄體操 那你該做的事情你就做啊 所以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 我不知道 其實因為我一直在猜他 要什麼 我擔憂他 假裝喜歡啊 我擔憂他 假裝喜歡啊 覺得是媽媽想要 我只有擔憂這個而已 這台車 開了十六萬公里 當中至少八萬公里 是我們一起開出來的 招呼 宣伤真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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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伤真言床